广告行销到底能有多少成效呢 一直是企业主都想知道的事情 志冠科技20日宣布 与美国第三方广告追踪商合作 并取得台湾代理权 深入分析数位以及电视广告成效 希望能让广告费都能花在刀口上 电视广告一直是游戏厂商里面 心里永远的痛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到底电视广告投放出去的成效 到底好还是不好 志冠科技20日宣布 与美国第三方广告追踪商 Kochava合作 取得台湾代理权 并结合自家旗下的 数位广告行销团队 帮助企业锁定目标客群 让广告的投放能更为精准 广告行销里面电视广告 大概占百分之四十 网路广告百分之三十 那其他的通路大概百分之三十 所以有百分之七十 是透过电视跟网路广告 那如果这个钱能够花得精准 其实对游戏公司上 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 那说不定还可以回馈 给这个游戏玩家 志冠科技董事长王俊博表示 不止游戏业 各行各业对于数位行销的需求 都逐渐增加 在现在这个数位 与电视广告并行的时代 需要对各平台的投放效益 做深入的数据分析 才能把广告效益最大化 不仅仅游戏 一动APP的突发之后的追踪效果 是这个市场投放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如果你完全没有数据 你都不知道 你广告费是花得值不值 Kochaba表示 他们已经与Facebook Google等多家平台业者合作 这将有助于行销人员 掌握 浏览 点击 安装等各项数据 还能追踪APP的使用行为 深度解析使用者行为 借此突破传统数位行销的盲点 打破广告迷思 呈现精准数据 新唐利亚太电视 胡宗爱黄丽峰 台湾台北报导